我们看到蔡总统对外宣称资安就是国安 现在资安大破口资安大漏洞就是国安的大破口 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人问我 最近在讨论资安的个人个资会外漏的问题 他就问说他的资料有没有被外漏 我说你不要怀疑每一个人都被害了 2300多万的资料已经被卖了 这个不是最近的资料 这个2018年的资料 今年的10月28日公开了被害掉的被卖掉的里面 他公布了20万笔的资料 其中11万笔是比利斯要 内政部比利斯托认他是格式不对 各位假装不会的被外行人了 他把你害完以后他还分包来处理 跟格式没有关系 问资料就不对 资料都对啊 就说明一个事实被卖了 在座我们全国2300多的同胞 我们的资料都被卖了 然后11月20号 被公开了劳动部50万笔的资料 里面包括警察 军队政府 总统府中医院的资料 他们都被公布了 可见得资安外线处处可见 他除了卖我们国人资料 还卖外国人在台湾的资料 在网上找得到的 166万在台湾外国人资料 一批卖500块USDT 有点是加密货币的 他算起来就是500块美金 我们最近的政府又成立数发部 又有治安室 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 苏法部成立就是一方面 数位发展的产业要发展 二方面执行安全还有的管 结果一到处 台湾现在是门户大开了 我们台湾几乎已经没有 各式可言了 我们要问政府在哪里 咱们在哪里 我们的苏珊昌院长 他说啊 全国公园36万人 资讯处理人才才3500人 不到一% 缺口 900人要委外执行啊 苏珊昌这样的话 你不觉得非常懂事吗 我们不是有数发部 我们不是有资安署吗 为什么又不能包 如果你包出去 我把单位给你搞鬼 我把单位给你事量留出去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到从蔡英文总统到苏珊昌院长 不要口二 但很重要之外 很重要的结果 一大糊涂 难怪我们的 网路诈骗 科技诈骗 金融诈骗 越来越盛 今年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通过网路科技的诈骗 上百亿啊 我们这我没有看到吗 我们希望政府 正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一个很大的国安危机 一定要想办法 堵住这个破口 而不是像苏珊昌这样的 好像本外出去就了了 这个事情太随便了 他也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我们希望他收起 只会忙于斗争 只会忙于选举 要布局2014的选举 化了 我们全国老百姓的个资 已经曝露在外了 很有可能都被卖掉了 所以才造成 要再生的网路诈骗啊 其他诈骗 陈出不久 政府必须要是死闻